哈囉各位親愛朋友大家好我是白白潮人 週末愉快 然後有蠻多朋友問我說就是 像聯盟啊打王如果有掉道具的部分的話 怎麼去做分配喔 那我的方式其實也蠻單純的 就是沒有很複雜的一些計算方式 就是誰尾到王那麼東西 就是除了寶箱以外的東西都是他的 那寶箱的部分的話呢 我就是均分 就是他們會提供給我那個由誰來打王 那我來進行均分的動作 好舉個例 好譬如說像 好像這邊嘛 痘痘 痘痘喵奇 他尾到了這一隻王嘛 好圖坦 然後這兩件藍裝呢我就在這邊分配給他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慢慢向前衝 他有尾到那個狼王嘛 然後這兩件裝備就給他 然後這個是T-C爆 他尾到了這個 這個製作紙裝的設計圖碎片10個 跟自戀石10個 然後一樣分配給他 那這個箱子的部分的話呢 我就根據參與的人 來進行分配 好那有一些尾數的部分的話呢 我會去看貢獻 然後看參與度去做分配 大概是這樣子喔 不會說很複雜 就是簡簡單單 然後大家就是被打王的一種期待 就是很像在抽獎一樣 好運的話呢就可以全拿東西 好那當然這種管理制度 可能也是會有一些漏洞 就是可能有些人可能 運氣比較沒那麼好 好比較沒辦法拿到尾刀 好但是我覺得 嗯 你要去想喔 好就是在阿斯塔裡面的話呢 他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打王的話你不管 好你不管就是很弱還是很強 你只要碰到王 你都有機會 好基本上啊都會拿到啦 除非是那個勢力王 就像狼王只有單邊可以拿 不然的話基本上 你都有機會拿到那個王的箱子 那王的箱子的話呢 好你還是有機會開到藍裝的啊 好像這個 這個就是因為他們有參與嘛 他剛好有偽刀刀 好所以平均分配每個人拿很多箱 但如果說你有去打的話呢 基本上來講 每個人都有安慰獎 就是這個王的紫色獎勵箱一個 那裡面的話有這些東西可以抽 你看也是有機會抽到這些 這些道具的啊 對啊所以說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官方的部分的話 已經有幫我們 管理工會的人去設計了一個安慰獎 好設計了一個安慰獎 蠻好的那 在這邊呢也分享給各位朋友看一下 就是在聯盟掌的部分的話 可以執行哪些事項 這個是看一些歷程嘛 那這個是敵隊的聯盟 但是呢目前好像 還有沒有辦法登錄啊 不知道怎麼登錄 好 你看這邊沒有地方可以按 所以說 欸還是說從這邊按 我看一下喔 來研究一下好了 老實講還沒有用過 聯盟 鐵樹銀花 可以耶可以按耶 敵隊宣布耶 可以按耶 從這邊按喔 點聯盟這邊就可以敵隊宣布了 好那 我先按越南富豪團好了 好這個就是 宣布聯盟為敵隊聯盟的話呢 就是 我看一下喔 宣布 宣布對敵十分鐘後 開始敵隊的關係 如果對方聯盟 以將我 方聯盟 設為敵隊 則 立即開始互相敵隊的關係 欸對耶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敵隊聯盟 我先射看看好了 好那應該十分鐘之後就會變成敵隊聯盟了 好 越南來吧 好 這個是測試啦 測試 好並沒有特別針對 那到時候呢 我再把他收回 應該就可以了吧 好那接下來我們繼續看 聯盟的部分 喔他沒有 他沒有設為敵隊 所以待會我會解除 好我會解除 然後 我不知道他那邊會不會收到消息欸 然後接下來的話 這邊可以合可人員嘛 然後也可以看貢獻度 然後這個是 領土阿 好我們 可以去購買領土 然後領土的話呢 他裡面可以放一些 家具 那家具有不同的能力阿 好譬如說像 如果你放床的話呢 經驗值獲得量加10% 銀幣獲得量加10% 銀幣獲得量加10% 好這個呢 對於 團員的幫助是蠻大的 好直接比 別人的 的練功速度多了1.1倍 然後這個是書櫃 這邊的話其實都有總染啦 那我這邊是 這三個 黃框框的 好有黃色點點的 這個是 已經有買的 你看這個是辦公桌 好血量加30 武器加是 無視防禦攻擊力加1 這個也蠻重要的 待會可以買 好立燈 需要這個圖坎的信物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就是你需要去 委託那個聯盟 讓人執行才可以獲得這個 圖坎的信物 待會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 壁掛燈 報幾公元加1 總的就是有這些東西 然後你租的話呢 你也可以分14天阿 還是28天 或者是最 最少7天來購買 然後 聯盟等級到20級 可以買 中等領土 好那 20級可以買上等領土 你看 他每個領土 可以放的東西 不太一樣 那聯盟等級 是會升的 那升的話呢 你可以收更多的人 好譬如說 像目前我是 我們先看1級嘛 1級的話呢 他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配置了一個 幹部是長這個樣子的 那你升越高的話呢 欸 你就可以多了一個 副聯盟長還有 金銳的話 原本就有3個 就多了一個 副聯盟長可以設 那升到5級的話呢 不得了 這個聯盟成員總數 可以來到45人 變多了 變多了 然後我們再繼續看好了 我就頂過去阿 各位可以看一下變化 每5級可以多收5個 好到 欸 打臉了 這邊的話呢 是每5級多收3個 這邊的話變53 然後20變55阿 又不對了 變55了 好 25的時候呢 變58 然後到 30滿的時候呢 60個人 然後每天可以捐獻的次數 也變到8次阿 原本只有3次 然後副聯盟長是2個 長老5個 尖銳9個 一般59位 大概是這樣 欸 不對阿 59加1 這個一般應該是包含這些 包含這些 好 我們再繼續看看 好 點看看 好 因為 不是每個朋友都有 創立聯盟 所以跟各位朋友看一下聯盟可以幹嘛 好 那這個就是保護分配的部分嘛 然後 這個是聯盟的一些任務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這個聯盟長商店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聯盟長商店的部分的話呢 有分這個聯盟金幣跟聯盟寶石阿 好 那聯盟金幣的話呢 它有寫就是可透過聯盟活動獲得的硬幣 聯盟活動的話應該就是解任務阿 好或者是打王之類的 好這個我不確定 因為我沒有看過每個活動帶來的金幣的變化 但是它這邊有寫聯盟活動 也就是說跟聯盟相關活動應該都可以增加 好 那這裡可以買這個 聯盟偉托書強化石箱冶石 那等級越高可以買越多東西 好 這邊 我看一下喔 最好的是買什麼 紅色彗星的稀有飾品選擇寶箱 哇 這個不錯耶 你看 有些東西可以拿耶 然後 它需要花 四 哇 欸我有耶 我可以買耶 但等級還不夠啊 等級夠了之後就可以買了喔 那買了之後呢 它就會跑到這個 聯盟寶箱 好 聯盟倉庫這邊 那你可以進行分配 看你要給誰都可以 好 非常方便 我覺得這個系統真是蠻方便的 好 然後再來是這個 聯盟寶石的部分 聯盟寶石的話呢 呃 它可以買圖卡的信物 欸 圖卡的信物也可以在這邊買耶 好 所以不一定要去委託任務給別人做 然後 裴敦的信物 巴列的信物 然後這是 寶石帶聯盟金幣 喔 它也可以買聯盟金幣 聯盟寶石 比聯盟金幣更好喔 它還可以買聯盟金幣 那這邊呢 一樣它有寫可透過聯盟活動獲得的寶石 那這邊的話 還可以買鑽石耶 天啊 還可以買鑽石啊 所以到時候呢 我看誰 覺得很滿意 好 那我想要去免利塔古力塔 我可以把我的 這個鑽石 換成 這是聯盟寶石 換成鑽石去吉利塔 你看 它一個聯盟寶石 相當於一鑽耶 所以這個 還真的不錯呢 老實講 真的不錯 這個系統很棒棒 好那這邊的話 可以看排名 好那這個聯盟 這個聯盟的神話分數呢 主要應該是看 那個 這個 掛在秋山島的這個 史莉亞 還有殺人 殺人越多的話呢 分數就會越多 目前看起來 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之後 簡單的分享 那待會呢 這個 時間到了之後呢 我會把它解除啊 這個只是做測試而已啊 好 希望 那個越南富豪團 這邊不要有所誤會 OK 好就這樣子 謝謝各位朋友的觀看 掰掰